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做空的目标的一个价格达到了一个29000多 那么也是达到目标价格跌破这个3万确实是跌破了 那么现在的一个湿度还能不能继续进行一个做空呢 是吧 空头到底有没有结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之前我们说过了它是有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回调 确实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回调 周线级别的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回调 是吧 这波在这个位置直接是它的一个目标价格 其实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格 从周线级别来看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是有一波比较深的一个回踩 是吧 周线级别的一波 周线级别的一波行情 是吧 这一波来 这波其实它下跌的一个目标价格 从周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价格是非常松长的 是吧 这个位置 然后跌下来的话 这个位置是看到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其实是已经看到一个29,000这一带的一个水平 从周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目标价格其实已经来到29,000这一带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是吧 29,000附近有一个重要的支撑 但是这个位置能否支撑得住啊 不一定能支撑得住是吧 我们可以看从周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这个MCD的话我们可以看 MCD它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 之前这一波的一个反弹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 下跌也是非常深的 那么目前这一波的它反弹是出现一个 MCD的一个能量就穿零高之后 随后又进行进行继续向下跌 说说现在的一个行情还是比较危险的 它并不像之前一样去反弹是出一波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出货给你啊 是吧 这一波的话直接是狼来了 直接是跌到下方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它是还是偏向一个空头为主啊 偏向一个空头为主 从日线级别我们来看一下 日线级别也是一样啊 日线级别的话 它是出现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回踩 也是跌破了一个趋势线啊 3万啊 4万美金这个位置 它是跌破了 跌破了以后 就直接是下跌了1万点 之前我们说过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 每期都说了 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啊 跌破的话就要去做空啊 那么确实是我们跌破这个位置之后 是一路是做空下来 通过3万8000多美金啊 3万6啊 然后3万4啊 一路是做空到一个3万美金啊 是吧 这个位置 那么确实是按照我们的一个交易计划 进行了一个操作 那么接下来 它还会不会继续上去接 第一是吧 然后也认为的话 它在下方的这个位置的话 是有一个比较强劲的支撑啊 强劲的支撑 如果这个位置都跌破了 再次去跌破这个2万9的话 那么这一波它会直接是奔向2万啊 奔向2万到1万7这个水平啊 那么这一波会直接是到达这个位置 会直接短时间的 位置是到达下方的一个1万多 1万7美金附近的一个水平是吧 如果这个位置跌破就非常危险 是吧 直接是可能会坠落啊 坠落啊 比特币的坠落啊 是吧 当然也认为这个位置可能会反弹到 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啊 那么4小时级目前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反超啊 反超是吧 你看它跌的非常深了 从之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下降的通道是吧 下降通道打破了以后这个位置是吧 它这个位置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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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然后跌破这个位置是吧 跌破这个位置 随后就出现一波的非常深的一个回调是吧 从3600这附近啊 跌到一个29000多啊 目前的话 它在一个4小级别 仍旧是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啊 当然仍旧是没有走出来的啊 没有走出来 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 你看这个这个垂直 直接是呈90度的一个长线啊 是吧 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在这个29000这附近 进行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啊 不一定马上就下去是吧 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来回去震一阵时间是吧 给你一个隐隐约约以为又反弹的一个感觉啊 给你以为又反弹的一个感觉 随后一针就跌下来啊 是吧 直接是插下去 一针直接是跌到2万美金 给你来回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啊 给你感觉 哎呀 它又反弹那种感觉 其实这种反弹一定是一个出货的一个机会是吧 就像我们说过了是吧 很早就以前这5万多美金都已经抛掉了我们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位置的话 不建议大家去抄底 很多朋友就想抄底在这个位置 当然如果你想做短线啊 有很多的一个交易机会是吧 不一定能够在这个位置抄底是吧 它即便你赚了10% 如果跌一个10%出来的话 你还是要亏损了是吧 在这些杀鸟上抄底 有很多的一个机构现在已经是一个亏损的状态是吧 买这个比特币 包括特斯拉是吧 也是出现亏损了 10多家公司都是出现一个亏损的状态啊 但目前跌到这个位置 他们的成本价应该都是在4万美金啊 那么现在的话 它跌到这个位置已经跌就25%了 能也认为的话 它还会继续现在跌是吧 即便它反弹到一个三万二三万三啊 三万四这一旦还是要继续现在回调 所以反弹之后啊 可以去继续去做空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的啊 是吧 这是比特币的一个短暂的一个思路啊 有很多朋友都不懂怎么进行操作啊 怎么去加入能眼的一个电报区呢 大家可以点击能眼的一个视频的一个链接啊 有不错的一个交易的机会 我都会在我们的一个VIP群里面进行一个分享 如果大家想跟上10盘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一个评论区啊 顶次的一条链接的话就可以找到能眼 好 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点关注点的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好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